民視台詞 曲 李宗盛 來 我們接著講楊怡孫第三十三單元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楊智布 楊智布 那羊織布來講的話 它會比較 單純一點點 它會長羊腳 會長羊腳 那它的羊腳有時候是一個小笑臉 會有一個笑臉的布 那有時候會有點 橫眉露宿的感覺 那它有幾種姿態 一種姿態是這樣子 那這裡 橫比我們可以先戴 它不見得要接觸到 那這裡 過來以後 那這地方我一樣可以戴橫比 這第一個 那我這個羊腳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讓它是斜的 變成斜的 好這裡變成斜的 從上三分之一 往右下去寫 可以這樣子 那也可以怎麼樣 那也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讓它這個地方不要再上三分之一的 我直接就讓它變成兩個 笑臉 好 一樣 這邊一樣 我直接從頭這邊接下來 好 那就這樣的一個姿態 那你要繼續記得 羊的部分它是三個橫比 那第三個橫比在哪邊 那第三個橫比在哪邊 這就行啊 這就行啊 這這樣就第三個橫比的位置 第一個橫比 第一個橫比的位置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部分特別去留意到 所以像我們待會兒講的 美麗的美 它就是這麼去做而已 所以你下面不要把它寫成三個橫比 不要寫成三個橫比 那我們待會兒講到一個線目的線 那這邊 它變成是三個橫比 它是帶這個部分 那我帶這個部分 把它帶成一個 一個組筆的概念 這部分讓你們做了解一下 那麼針對這幾個字來做一個示範 來 第一個美麗的美 我們還是讓中軸線把它訂出來 所以先去抓到它的位置中心位置以後 我看看是高美 蛤 高美 喔高羊的高啦 不是美麗的美 高羊的高 因為美麗的美不是羊字塔 好 那這邊一樣 我下面的橫比 可不可以跟這裡做連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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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般我們都會把它拉開來 比較不會那麼壓迫 好 那這裡稍微留點小距離沒關係 好 那再來帶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我一般會稍微 如果美麗的美的話 這邊會再多一個橫比 但它不會是一個橫比 它變成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再這樣子出去 好 如果美麗的美的話 好 因為下面是一個蛋 好 是一個蛋 那這邊來講 這邊停住了以後 我再來帶這邊 兩隻腳 左右對稱 好 那這邊一樣 微微帶點弧度 那今天就要去拿住好 在這一段的中間 去帶 微微可以往外帶 好 那我最後再來帶這個地方 這最寬的地方 好 這部分特別虛擬而已 好 第二個字 儀態的儀 來 左邊的我把它記住 左邊的我把它記住 右邊的我把它記住 那這邊人這邊 這邊一周六角彎曲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拉下來 那這裡短短的就好了 好 那一樣 那這邊 往上帶 往上帶 因為下面還有結構 凸出來一點點就好了 那這裡再來去帶 我這邊不見得 從這裡拉下來 我也可以從這裡帶下來 也OK 我這樣子帶也OK 好 這是它一個姿態而已 那下面結構 左右 先左邊再帶出來 這個別 超過它一點點 我跟它起平沒關係 那這裡 我會先帶橫筆 跟它拉起平以後 這裡再結拉下來 那這拉下來 可以再緩一下 緩一下 再拉出來一點點 這裡再拉 尖架差不多 這兩個尖架差不多 那這裡 來我要問了 要怎麼去寫 右邊的結構 短橫線 還是割勾 還是撇 我們還是把它當正常的比順 喔 這裡一個高纖帶 那這個 撇再帶 這點的部分 這樣知道齁 那這邊一樣在尖架的部分齁 左右對稱的部分 要特別去留意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差不多 這尖架是一樣的 這兩個尖架也是相近的 那 左右對稱 軸心線 左右對稱的 好 那這個地方 就是 翼的部分 那我的部分就在這裡 右邊就是 翼的部分 所以你寫道翼的翼 就是這裡而已 那寫你我他的我就這樣子 那你我他的我 還有其他寫法 會有另外這樣的一個寫法 會有另外這樣的一個寫法 好 下一個 來 線目的線 這裡他把它做居中了齁 而且 整個 往下去 帶 橫筆 拉開來 好 接一分為二 那這邊我們就這邊可以先拉出來了 好 那這邊三點水的部分 上去 挺一下 拉下來再往下帶 挺住 那這邊一樣 肩架 注意到就好了 那這邊 從這個東西帶下來 挺住 那這邊一樣 他 上去 肩架 抓好 好 這三點水的部分 那右邊是一個 嵌 那嵌的部分 三個 鬍鬚 那再帶兩隻腳 這邊 我一個學生講的 戴一頂帽子 那這邊他的額頭 那這邊他的頭 好 這邊他的背部屁股 他的腳 這邊他的手 好像一個小偷一樣 我一個學生講的 那這邊的肩架具把它做好 那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了 那下來這邊帶過來 那這裡帶出去 那我可以往上 我也可以這樣拉下來都可以 好這線木的線 好 扇的部分我們還是要先把軸心線 它是一個羊 然後再兩個鹽 兩個鹽 左右 左右下角各一個鹽 那一樣我們把羊腳的部分先帶出來 對稱 那這裡結拉下來 好 那這時候就可以把羊腳的第一個橫 帶出來 那這個橫可以略長 下面這邊可以略短一點點 好 第三個再稍微長一點點 一三大概是等長的 那接下來就左右的顏色 這裡是對稱的 左右對稱的 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口的部分先把橫筆帶出來 再寫左右 好 關門 再把它關好 那右側也是一樣 那這是兩兩對稱的 左右對稱的 所以在位置 長短方面 各方面 都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好 口一樣 好 再關門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OK 那要記得是說 我剛剛講的 這個尖架大概是等分 大概是等分 左右的部分 這裡大概都是等分的 大概都是等分的 這部分可以去留意 那它是兩兩相對 兩兩相對 那這裡也是一樣 那最低點還是在這個 中心數的部分 是最低的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特別去留意一下 好 那我們 楊一孫的部分 第36單元就到這邊 尷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